好,我们来到联系启示后上的最后一集结局 有些不舍得大家的 不要紧,我们有机会再拍 今天说启示录的解码法 如何解码启示录是解得比较好一点的? 有方法的 不过未说正确方法之前 我说一个没那么正确的解码法 这个没那么正确的解码法 其实是有一段历史的发展 其实是好几个世纪的发展 这种解码方式就叫做历史派的解码方式 就是Historicism 他说整个理念就是说 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符号 很多符号 每一个圆形都可以套入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里面 即是每一个圆形都可以套入一件事件 你可以说这些圆形即是一件事件 一个人物 或是某个朝代 某个政权 或者某种体系 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发展了一段长时间 其中一个最 我想十七、十八世纪开始 已经开始提出 到底谁是敌基督 其实新药里面 谁是敌基督 于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说法 敌基督就是教皇 因为他好像拿了上帝的位置 就扮认自己是上帝 然后自己有了一切权力 有时又在政治 又搞政治 然后又有宗教的权力 然后他好像在做了事 凌鸡于一切 的确当时是很相似的 所以也很难指责任何人 为何你会这样套入别人 教皇进入去 我觉得是没有厚非的 但是我们也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把一个称号 套入去一个人 也有一些人 一直发展 说七教会 七教会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七个时代 这个七个时代 由仕图开始 第一个时代 就是以弗所教会 就是仕图时代 第二个时代 就是事美拿教会 就是说由第一世纪 一直到第四世纪 教会的经历 就是事美拿教会 一路如此类推 三四五六 到七的时候 第七个时代 就是老底家的时代 就是今天的教会 就是不冷不熱 人们又不认真跟随耶稣 诸如此类 这个就是七教会 每一间教会 都代表着一个时代 有人这样说 接下来 也有人说 七印和七号 其实每一样东西 都可以套入一个 具体的历史事件中的 某种灾难 例如七号中其中一号 可能是当时东罗马 他们被当时的 厄图曼帝国入侵 然后教廷复忘 诸如此类 然后去到第六印或第六号的时候 天分地暗 日月无光 然后有人就说 可能是1833年的11月13日 突然间有个流星群 曾经经过 遮阻替太阳 天空很黑 你能够得到一个想法 就是这样 建证人 两个建证人 代表着教会的一些復兴 可能是宗教改革 可能是某一个时代的 曾经一些復兴运动 寿当然是最引人入胜的 就是那三个数字 三个数字 666 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教皇 代表某个敌基督 代表一些很邪恶的人 亦有不同的人物被套进去 很惨的 很可恶的 一直到最引人入胜的 其实整个这种解码法 去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即上一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有一个很大的復兴出来 原因是1948年以色列立国 以色列立国 接下来十几年代有很多战争 于是乎哈米吉多顿战争 于是乎被套进去 就是中东战争 中东战争 以色列有大胜 于是乎当时的教会 很多学者亦都争相说 其实已经离开主再来 是很接近的 因为在历史上 以色列能够立国 那件事是几乎是想象不到可能发生的 没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 并且一个这么小弱的国家 竟然能够打赢了列强 于是大家都觉得 这个就是主要再来的时间 所以我成长的时候 已经是八十年代 甚至九十年代初 我仍然听到很多 用这种解码法 来不断地说 这些事件 这些事件 这些事件一不断地发生 所以你知道主要再来的 所以我们要全复养很逼切 这些是好的 整个意念是好的 但只不过在解经上 可能未必真的可以容许我们这样解经 而这件事亦有些危机 就是八十年代过了 九十年代又过了 现在进入二零零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二零年 主究竟何时再来 很多事件就变成了 有时令到信徒很失望 有时好像误导了有些人 觉得为何他不回来 所以这种解码法 是有他的很大的弱点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最最喜欢的 一种解码法 就是不去问时间表 不去看时序 不将启示录所说的 硬要套入某些历史事件里面 而他根本就是凡是 这个末世的时代 很多出现的现象是什么 反而我觉得 如果你要花时间去想 我反而觉得更加值得 我们从启示录的文学结构里面 去解码 因为你解得明白 或者你明白了那些文学结构 你就当堂 好像带你进入了启示录的另一个世界 我举一些例子 其实在整个系列里面 不停跟大家说 七封书信才算 他有他的特色 我知道 耶稣说我知道 你们应当悔改 有意的应当听 得性的便会怎样 其实这些事就是一封情书 即使是今天信徒 你怎样去默想神的说话 其实也很有帮助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七印七号和七换 我们记得 七印七换七号 一二三四五六 但到六和七之间 即是有一个插曲 而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去 监督这段插曲的时间 发生什么事 在七印里面插曲发生什么事 就是上帝说 先留住 有声音就先留住 让我们确定 我们跟圣徒额上盖了人 确定他们受保护 然后神的审判才会来 这件事很重要 一定要在interlude发生 七印 于是第七印来到 紧接着的就是七号 你又记得了 一二三四五六 但六和七之间 有一个很长的interlude 这个interlude是什么 就是说 第六个警号来了 第七个警号要来的 第七个警号来 你就赶不及悔改 于是第六和第七之间 就是教会坚决地说 要持守那样东西 就是说我们要争取时间去做见证 所以你明白了结构 对你怎样看启示录 是真的有很大帮助的 又譬如说 双成记 原来启示录有双成记 约翰怎样看到 大巴比伦的出现 跟约翰怎样看到 圣成耶路撒冷出现 在文学上 是有一个parallel 如果你对比这些说话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于是乎 那个信息是什么 信息就是你选择 这两个城 你只能够选一个 于是乎信息就是 出来 你由大巴比伦出来 然后你的destiny 就是进入圣成耶路撒冷 新天新地 好了 整本书的结构 就是说 我们说有四次讲开了 四次讲开了 就将启示录分开了五个大段落 上次亦都说了 所以 回到总括来说 其实启示录是值得 我们留心去研究的 但研究就不是将里面的 启示录套落历史事件当中 而是他研究反而更加值得 就是我们去明白启示录的架构 而你明白了启示录的架构 对你明白整本书的信息 真是开了一个很大的眼界 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安慰 好了 就完结了 最后 我总结之前 也有朋友问 如果我自己很想去研究启示录的时候 我可以有什么书可以看 有的 我就介绍几本给大家看 由最深的开始介绍起 如果你真是很想深入研究启示录 你真是怎样都要转型明白他 这样也好 我就介绍两本书给你 一本是Grant Osborne 另外一本是GK Bill 两本书都是重量级 这些重量级就是 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 你打开启示录 打开启示录看完 你都睡不着觉 你就拿一本 随便一本出来看 你一直看 你很快会睡得着 但真的 如果你想找回所有的出处 有不同的学说 原文是说什么 这些绝对可以帮到你的 好了 有些没那么重量级的 如果你说我是主日学老师 我要预备教材 想教主日学的话 这两本都很好 就是Robert Maunce 那本 那本就写了很多年了 但他一直都是其中一本 经典的 NIV 这本Claid Kina Claid Kina 亦都是 如果你要预备教导的 或者预备主日学的 其实都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一本书 不过我最想推荐的一本 放在这里很久了 很想跟你说的 就是 Region College 其中一个我近时的教授 Daryl Johnson 他写这本 叫Discipleship on the Edge 我真的很喜欢看这本书 因为他的写法 是很容易明白的 如果你不介意看英文 其实他的章节 又不是很长 你每晚看一个章节 或者一个星期看两个章节 你不用一会就会看完 其实趣味性相当丰富 我觉得他的好处 就是他已经帮你做了所有研究 看完所有留言 当然有参考价值 但作为入门的话 这本是一本很入门的书 另外一本 如果你想看中文 《霸为昆博士》 这本是从启示录 看颠覆现实的基督信仰 我觉得 我自己没有看过 但我看过目录 也揭过内容 我觉得也是一个评讯图 应该是可以看得明白 他也很强调历史背景 也很强调启示录的结构 从架构开始入手 所以我都很推荐这两本书 最后 鼓励弟兄姐妹 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卖kec.ca 追回整个 《联系启示》的港导系列 我们一年有九堂 所以你可以追回 九堂里面的主日信息 如果你觉得后想帮到你 或者觉得港导系列帮到你 记得去分享出去 like我们 subscribe我们 我们将来 亦都会有更多的 production给大家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绝对是欢迎大家 给我们一些建议 拜拜